不知道是寒流還是什麼 突然變得很冷 燈火五安 智鴻五安 昨天真的冷 然後我還穿唇子出門超冷 有一種生在日本的感覺 很冷的天 塔寶哥你好 今天就還好一點 但還是有毛毛日 昨天台中13度 記得多穿一點 好喔 昨天我不是跟你說外面有下雨了 但沒辦法 昨天的就是出門需要穿裙子的場合 所以就得穿裙子 謝謝鋼鐵韓粉的兵器 愛啦 五安 蠟模正式的嗎 這是需要穿裙子的場合 所以就穿了個短裙 結果冷到爆 在路上沒有看到其他人穿短裙 其他路人一定想說這個女生一定是 愛 水 恩 驚 老 皮 水 是這樣嗎 愛美 不怕流鼻水 今日超暴震 全裝加裙子 謝謝洛克的LOVE 肯定是日本妹子 我真的覺得日本女生非常厲害 就是 我每次去日本的時候 都覺得那個冬天的天氣真的是超級無敵爆冷 但是 就是日本女生出門一定都是穿裙子什麼的 就是打扮得很漂亮 配漂亮亮這樣 我覺得他們很厲害 在冬天可能還下雪的天氣 他們有辦法穿短裙出門 我覺得 非常的佩服日本的女生們 照穿 謝謝柑橘的看好你喔 真的很厲害耶 因為我之前去日本工作的時候 紅白的時候是12月底 就是年底12月底 非常非常冷的時候 然後因為我沒有這麼多漂亮的衣服 所以我就有帶了幾件換洗的 就是 洋裝 長洋裝什麼的 就是比較不會那麼冷 但是又正式漂亮的衣服 但是又沒有這麼多那麼 沒有那麼多那種衣服嘛 所以就帶了 好像一件短裙還是短褲之類的 然後有一天就是 搭了一個短褲 結果超爆冷的 我真受不了的那種超爆冷耶 應該是習慣了 謝謝炸雞的小浪華 就我想說他們 女生在路上走穿短裙 應該沒有這麼冷吧 而且因為日本比較乾燥 所以體感應該沒有那麼冷 結果我去超爆冷 那個晚上沒有太陽的時候 真的是 受不了 我以為我可以 結果我不行 北海道更是厲害 真的很厲害耶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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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婷包子 你好 而且你們有去過 就是日本吃飯嗎 或是台灣的日式餐廳 他們都只會附冰的水 就是什麼拉麵店 都只會附冰的水 然後他們的什麼 居酒屋啊飲料也都是 全部都是冰的 我就覺得哇他們的女生好厲害喔 就是生理期照樣喝冰的也不會痛耶 是不會痛還是怎樣 反正我覺得日本女生好厲害喔 我沒有辦法在生理期喝冰的東西耶 然後每次有時候去日本的時候 都想問他說 欸請問你們有什麼 溫的飲料嗎 或是常溫的飲料嗎 他們都沒有 都是加冰塊的那種 超級冰的 他頂多能幫你去冰 但還是很冰的飲料 我又覺得哇 佩服佩服 可能是天澤吧 會衝的都已經 只好去超商買 沉冰水 佩服日本女生的 那個愛美 不怕冷 你不是日本人 沒有從小練習 因為冷氣都很強 謝謝柏維的掌聲鼓勵 謝謝包子的能量飲料 謝謝柏維的小浪花 但他們 喔他們室內確實蠻溫暖的 他們的室內暖氣開很強 謝謝moving的兵器 而且我覺得他們尤其是 電車上的暖氣 超級溫暖的 就是通常冬天嘛 然後都穿大衣 然後外面很冷 然後突然走到地鐵站 去搭那個電車什麼的 然後一上車 你們知道 就是日本的土地比較大嗎 所以他們的每一站的距離 也沒有很近 有時候要從這邊做到這邊 真的會在那個車上 超容易睡著的 謝謝小白的我來簽到 因為你外面很冷 然後突然進去很溫暖 然後又這樣搖搖晃晃的 一段時間 就是大概30分鐘的車程 又這樣搖 然後很溫暖 超容易睡著的耶 我每次去日本工作 搭電車一定會睡著 有些電車座椅還會假的 而且我是睡到會那種很醜 就是 因為可能工作吧 又累 然後車上又這樣搖 又很溫暖 我就是睡到嘴巴會開開 流口水那種 超醜的 所以我後來學乖 就是要戴帽子 戴口罩 在電車上 避免自己睡得太難看 謝謝賴於薇 送我掌聲鼓勵 謝謝志鴻的帶你去流浪 我跟你們說你們去日本搭電車 冬天一定會睡著 應該不是只有我 真的很溫暖裡面 坐著就想睡 躺著睡不著 沒有 他們電車真的特別想睡 因為太溫暖了 你知道溫暖的環境 冬天就會讓人會有試睡的感覺 我真的覺得 魚蓋幫凱撒孫鮭魚 你好 謝謝金佑送我兵器 哈囉阿元你好 命你好 跟我一樣老了 欸我真的是覺得有差欸 20歲後 就前幾天問了其他團員們 我就在問大家說 我不知道算不算職業傷害阿 還是就是老了 因為我很害怕自己是老了 所以我就問大家說 欸請問就是佳麗彩節之類的 我就問他們說 欸你們會就是 因為這地天氣比較冷嗎 他就說 你們會天氣冷的時候 膝蓋就不舒服嗎 就是會有一點痛痛的 然後因為我很擔心 是不是只有我這樣子而已 就代表我老了之類的吧 結果他們說 喔沒有他們也會 我就有放心一點 可能就是因為職業傷害 冬天的時候 天氣冷了 風吹來膝蓋會痛 我想說 這是出老症狀嗎 還是就是 跳完公演的一個正常的事情 還好還好大家也有這種情況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我就放心一點 放心什麼啦 這不是我一個人阿 大家也有這個問題 我就有放心一點 出老症狀 應該是受過一雙天氣冷就會 我覺得是因為跳舞吧 因為跳舞很常會瞬間要蹲下起立 或是跪下來什麼之類的 所以膝蓋要好好的保護好 我真的覺得 Forture Group很多前輩們能夠 就是跳到二十幾歲 三十歲二十八歲 我覺得很佩服耶 就是那個 因為我自己跳公演 二十現在二十一 所以跳公演 我就明顯覺得 哇 那個體力上蠻累的 身體也會有 就是骨頭會卡卡卡卡 隔天的時候 會全身痠痛 然後骨頭會卡卡卡的那種聲音 很佩服前輩 二十八九歲 三十歲 還有辦法 在台上跳舞唱歌 很厲害 覺得非常值得一個掌聲 但跳舞真的是 會蠻傷膝蓋的吧 所以平常 大家有在跳舞 有在運動 應該不只跳舞 運動也會 就是那個膝蓋要承受很大的負荷 所以大家平常有在健身 運動 跑步之類跳舞 都要好好 注意保養自己的膝蓋 不然老了應該蠻可怕的 還好我現在說這話 施雅不在旁邊 天氣姐姐還可以拍寫真幾題 她要維持實地面 我覺得很厲害呀 超級佩服 超級佩服 超級佩服的 我腹胖了 二六的隊長表示 收到 因為之前那個跳舞課的時候 然後就是在練習跳舞的時候 老師就有跟我們說 因為我們的舞蹈動作很常 瞬間起立 瞬間蹲下跪下什麼的 尤其 reset這場公演 也有蠻多這種舞蹈動作的 所以 老師就有 教我們小小的技巧 就是好像 你要做一些劇烈運動的時候 就是不要勉強嘛 平常沒有在練習的人 不可以一下子做太劇烈的訓練或是運動 就是這種事情需要慢慢來 開個音樂 好啊 可以開個音樂 好像可以放個咖啡廳的音樂 我超喜歡聽 最近很喜歡聽這種 舒服的音樂 不可以聽 剛剛講到哪 就是 老師說就是 我們應該要 平常就有 練一些核心跟 肌肉嗎 避免有時候太突然的 突然的上下蹲下的時候 膝蓋會承受不住 聽得到嗎 聽得到嗎 個平函咖啡廳閒聊台 有時候 如果你沒有一些 適當的肌肉或核心 去Hold住整個身體的話 等於你全身的重量都在 可能膝蓋上之類的 就會很傷膝蓋 所以我覺得 適當的肌肉跟核心是 運動中蠻重要的事情 大家偶偶的話 可以練練自己的核心 或是肌肉 這樣子在運動的時候 才會比較有緩衝嗎 可以Hold住整個身體 平常練舞膝蓋磨損更大 對我覺得我們膝蓋應該磨損很大 因為很多突然起立又蹲下的動作 應該蠻傷膝蓋 所以平常要練好核心 避免在蹲下的時候 全部的力量都在膝蓋上 常見身體好 謝謝阿華的掌聲鼓勵 頭照會時有練你的核心基礎 那主要我好像也是因為 這幾年跳舞下來 有練起一些些核心 雖然不是到什麼 每天去健身房 非常專業的那種 訓練嗎 看見甜關注成員平函 抽籤抽到 恭喜播出 就我覺得好像 我以前剛開始 是研究生的時候 跳舞也是鬆鬆的嘛 然後成生感覺沒什麼肌肉 軟軟的 軟趴趴的 但是跳了五年 到現在五年有了吧 就是跳舞有練起一些 小小的肌肉跟核心 比較有辦法Hold住我的身體 有一些小肌肉 肌肉 軟掉的餅乾不好吃 但我覺得有好有壞吧 就是 有在跳舞的人 大腿跟小腿的肌肉 會比較發達 這就是比較 難過的部分 但沒辦法 就也有在按摩了 可是好像 我覺得小腿的肌肉很難消耶 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一直跳舞 因為我姐姐有在跳舞 她也是大腿跟小腿肌肉 非常發達 軟萌的部分 小腿肌 小腿肌很多人都有 小腿肌好難消喔 不知道怎麼消耶 大家有什麼 消小腿肌的好辦法 按摩跟抬腿 我都有做了 跳舞是一定會的 平寒的腿很細 因為我的大腿又很細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我的大腿又很細 就會顯得我的小腿肌更明顯 很像 就是 大腿跟小腿是一樣粗的感覺 就會顯得 嗯 小腿肌更明顯 大腿太細了 乾脆練得更有線條一點 捏捏她 會跟姊姊請教我一嗎 平常不太會跟姊姊請教我一耶 我們很少湊在一起 小腿肌消不掉 喔 難過 小腿肌消不掉 好像伊美有辦法 可是我會害怕 我不敢去 伊美好像有辦法 但是我想說 我不敢去 而且好像蠻貴的 所以我就用按摩吧 姊姊的五方跟四肩也是差蠻多的 臉頓布 加上我身高又比較矮 所以不想要有小腿肌 一段 一段 跳完都要按摩 有喔 而且我跳完的時候都會拉 那個小腿肌那邊的筋嗎 聽說這樣子比較不會長肌肉 就是譬如說這是腳 腳板然後小腿在這邊 我都會用腳這樣頂著牆壁 就可以拉到這邊後面的筋 好像聽說這樣比較不會長肌肉 而且大家如果 我教大家如果活動啊 或是工作站很久 這個也是一個蠻好放鬆 肌肉的方法 我覺得很舒服 大家可以試試看 很簡單 你站著就可以做 只要站著有牆壁就可以做 這是你的腳嘛 然後你就 這是牆壁 你就腳這樣扣著 這樣壓著然後 往前站 就是你試自己的能力 往前站 因為有些人筋比較硬 有些人筋比較軟 就看你可以站 越貼牆壁是會越拉到 就是越痛 所以你就看自己最舒服的狀態 然後就這樣往前頂 這邊就會拉到 超舒服的 做伸展也會比較好 如果你們站很久工作 或是活動什麼之類的 覺得腳很脹 很不舒服的話 這樣拉很舒服 拉完滿舒服的 我很推薦大家拉筋 雖然在拉的當下很痛 但是你拉完之後 全身會覺得很舒服 就會有放鬆的感覺 謝謝Boring的帶我走 真的要好好拉筋 雖然痛但結束很放鬆 真的 拉完筋結束很放鬆 而且聽說拉筋對身體滿好的 就是適度的拉筋 謝謝Boring的小浪花 看品寒照片小腿比例還好 我覺得我是在跳舞的時候比較明顯 還有在 因為在台上跳舞會穿高跟鞋 就是穿高跟鞋會更明顯 然後跳舞的時候也會比較明顯 謝謝博程的小浪花 上班仔也需要 我覺得各位上班 坐辦公室的人也很需要拉筋 因為你一整天這樣子 坐在辦公桌前面弄電腦 然後坐在椅子上 其實感覺需要筋骨舒展一下 我很推薦大家在睡前拉筋 會很好睡而且超舒服 就是你洗完熱水澡出來 然後可以拉筋再來睡覺 會很好睡很舒服 大家可以試試看 就是那些簡單的 大家都會的拉筋就可以了 雙腳打開啊這樣子啊之類的 都很舒服 屁股坐到頭 還有一種叫做嬰兒式嗎 那個我也覺得很舒服 而且很簡單 就是可以拉到背 就是你跪在地板上 然後整個人這樣趴就放鬆 我超喜歡嬰兒式的 大家可以上網去Google一下 嬰兒式 然後就知道怎麼動作 很舒服 謝謝變成新鮮檸檬的餅氣 謝謝朱里恩的楓葉 可以幫平安壓 腳抬高放牆壁的那種 往前趨的姿勢 對 四面公演不為志宏可以放電睡前 互相拉筋 筋骨太硬 寶寶式 兩眼眼角搂20秒後瞬間下腰筋會變軟 為什麼 這是什麼道理 為什麼搂眼角下腰筋會變軟 好酷喔 這個姿勢就是可以讓人整個抱起來 對 對很像喬拜的那個姿勢 就是嬰兒式嗎 謝謝阿圓的筆心 謝謝吃貨小米的花枝精脆 其實我蠻想去試試看瑜伽 感覺瑜伽也會很舒服 沒有去做過瑜伽 以前好像上課有做過 但比較少 因為會騙大腦神經 好酷喔 感覺瑜伽其實對身體很好耶 能夠放鬆 因為我覺得我很常 因為我是容易緊張的人 然後如果有突然工作很忙啊 或是有一個比較緊繃的表演或工作 我就會整個那幾天都會很肩頸痠痛 然後很緊張 感覺有點整個人這樣有點聳肩的感覺 所以整個人很不放鬆 我覺得我好像很需要上瑜伽課 需要讓身體適度的放輕鬆 我每次只要有工作或是表演 全身都會很緊繃 就在全身太緊繃 導致我 就是肌肉很痠啊 肩膀很痠之類的 各種慘叫聲很有成就辦 瑜伽課身體跟心靈都能好好放鬆 有我們家有瑜伽店 好像Youtube也有很多在教瑜伽還是什麼的 可以試試 我覺得小貝貝也有一樣效果還不用好 而且你說放鬆的作用嗎 去拿我的小貝貝 放鬆的作用 我幫他們取了名字 他們兩個我幫他們都取了名字 好香喔 我幫他們取了各自一個名字 我來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是比較沒有破破的 它比較沒有破破的 但是它裡面的棉花有點結成一球一球 所以我把它取名小棉花 好可愛喔 小棉花是比較沒有破掉的 別人吸貓品含吸貝 它叫做小棉花 謝謝家維的KISS Juju 因為它棉花都結成一球一球 所以它叫小棉花 然後另外一個比較破破的 這樣 超級破的這條我就叫它破破 是破破嗎 對它好像叫破破 好多喔 球球會不會離家錯走 不會 謝謝過客破送我破紀錄了 急出790公尺 破破 它是小棉花跟破破 因為它破成這樣 看小棉花跟破破 好香喔 它有放鬆的作用欸 謝謝包子的打爆球 破獎你好 不愧是貓戲女友 快從被子變成一條線 謝謝蹤影的玫瑰 今天功課認識破破跟小棉花 沒有,這是我前陣子想的 看不出是被子 它畢竟抱了21年了嘛 而且我每天都在抱它 這兩條以後肯定是假的 是小棉花嗎?可以喔 但是大家應該沒有辦法見到他們本人 因為我不會把他們帶出門 這是比較可惜的部分 大家已經有見到那個 咒牙嗓 但是可能沒有機會見到他們 哈哈哈哈 謝謝蹤影的兵器 謝謝呂長安的Kiss珠珠 謝謝博承的兵器 有帽子的是破破還是小棉花 有帽子的,兩個都有帽子喔 兩個都有帽子 品寒心肝寶貝 對,它是我的心肝寶貝 如果有人把它丟掉了 我會 超級憤怒 絕對會跟它絕交 這個小棉花的燈牌帶去公園 好像可以耶 好像會很可愛耶 大家要不要幫那個畫那個 我的小貝貝的圖啊 的周邊啊 好像很可愛 我會想要耶 小棉花跟破破的周邊 好像很可愛 我會想要耶 哈哈 做得出來嗎 小棉花跟破破周邊 感覺很難耶 因為它就是個破被子 到底是要怎麼畫 小貝貝 然後破破就要畫一條線出來 就畫一個正方式的被子 然後一條線 然後破破的這樣 破掉的貝貝要怎麼做 哈囉吉米洲,你好 要做今年的團服了 我來畫一下好了 還算我就是 今年的那個 聖誕期 我就設計有小貝貝在上面 還沒想到怎麼設計 畫兩條貝貝在上面嗎 求他們兩個完整的樣子 這個是 破破 它長瘦樣子 這是一條被子 這是一條被子 這超難畫的耶 然後它有一個小帽子 之前有給各位介紹過 小帽子 然後就是破破的被子 小貝貝設計師 以後小智都批一條破掉的被子 去公演 謝謝蹤影的玫瑰 我這樣覺得大家不要笑我 真的是很療癒的東西 小貝貝真的是一個很療癒的東西 大家 不可以笑有小貝貝的人 不可以覺得他們很幼稚 很像小孩子一樣 他們真的是非常療癒的東西 推薦大家都擁有自己的一條小貝貝 原來是同一款式 對是同一個款式 一模一樣的 只是它的顏色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破破比較破 然後可能洗比較久吧 它比較蒼白一點點 然後小棉花它就是比較原本的顏色 藍色 小棉花是有點藍色跟白色 一面是藍色一面是白色 然後比較沒有洗到沒有褪色 比較沒有褪色 所以它有保有原本的藍色 所以這樣的形容清楚嗎各位 大家可以做小棉花的周邊 我覺得會收藏起來的 但做出來會少了品寒味 品寒小美眉 謝謝淮淮的幸運事業長 飛小棉花是女生設定 破破要做男生設定 我們要給他們受性別耶 我沒有特別給他們受性別 謝謝博承的兵器 他們是兩個可愛的小孩 我的小寶貝 謝謝淮淮的花枝金翠 謝謝淮淮 謝謝淮淮送我小熊抱 謝謝浩毅的楓葉 謝謝浩毅的楓葉 小棉花女生破破男生 好像破破比較適合男生 女生然後叫破破它有點不好聽 小棉花應該是女生啦 聽起來好 破破是男生 女生叫破破有點不好聽 謝謝阿華的兵器 謝謝中影的小浪草 但我沒有想要特別給他們受性別 謝謝浩毅的love 破破男生好 破破男生也不太好 那就不要受性別阿 不要受性別 他們是無性別的人 昨天太忙來不及買公演票 謝謝過客的傳說的明刀 療癒小貝貝 我現在每天睡覺都會抱著他們 以前是輪流洗你知道嗎 就以前我在基隆住的時候是輪流 就是只會有一條在床上 另一條是收在衣櫃裡 洗好收在衣櫃裡 然後當我要把我床上那條拿去洗的時候呢 就會替換另一條 所以他們就是一個替換的作用 但是我來就是台北這邊 差點又講出自己住在哪 來到台北 台北這邊住的時候 然後就把兩條都帶過來了 原本也是想要用替換作用 但是覺得好像抱兩條比較開心 比較過癮 所以我就兩條一起 哈哈哈哈 平安多久幫他們洗一洗澡 不一定 看心情 還有天氣 看心情跟天氣 好的謝謝阿華的提醒 我會看天氣 天氣不太好我就不會洗 因為那個陽台怕會噴雨進來 所以我就不會洗 是天氣很好的時候比較快乾 我就會洗 因為我頂多只能忍受兩天沒有他們 通常洗衣服兩天差不多會乾吧 天氣好的話 所以我都會調天氣好的時候洗 可能兩個月之類的吧 一兩個月洗一次 我覺得我還蠻常洗他們的 就是我不會在意那個味道不見 因為再培養就有 所以我就是剛洗完當然沒有那麼香 就是洗衣精的味道 但是再睡個幾天就會有自己的味道 所以我沒有特別的去會在意味道不見什麼 謝謝博城的冰淇 通常都一天不抱就全身怪怪 沒灰塵就好 我覺得應該是蠻多灰塵的 應該蠻髒的 其實我覺得小貝貝應該蠻髒的 直接烘衣機就不用洗 我們這邊沒有烘衣機啊 但我覺得有一台烘衣機好像蠻方便的 因為有時候下雨衣服都不會乾 或是冬天 好像有一台烘衣機蠻方便 不是都要好個三四天培養味道 是啊是沒錯 我連看小貝貝的照片我都會覺得療癒 就是看到照片自己會有那個味道出來 在腦中 所以我就是手機裡有幫他們拍幾張照片 我在外面的時候覺得很想念他們的時候 就會把照片拿出來看 我就會自己有那個味道 而且我不是攤開來拍喔 我是把他們揉成一坨 要一坨的比較好溫 比較過癮 所以我就把他們揉成一坨然後拍照片 這時候是這個很奇怪的怪癖啊 大家都不知道的怪癖 下次公演 就是講成員的怪癖的時候 可以講這個 青春寶貝 小貝貝應該也有床上 沒有啊我床上沒有娃娃 只有小貝貝 別人忘沒只可你是 旺貝聞香 出小貝貝生醒 我都在把他揉成一坨拍照 我覺得他們好可愛喔 人各有嗜好沒事的 我覺得是個很奇怪的怪癖 小貝貝就是一切 真的小貝貝是我工作回家後 的一個 紓解壓力的東西 比帶小偶像照片跟周邊還厲害 還說今天 大家分享一下個字的小貝貝給你看 好像可以耶 我蠻想看大家小貝貝長什麼樣子耶 大家可以拍一張你們小貝貝的照片 tag給我看嗎 我很好奇大家的小貝貝都是哪一種 因為通常都是那種 從小抱到大的 就是小時候的一個被子之類的 那我的是小時候包我自己嬰兒的那種被子 大家的小貝貝都是什麼材質 已經沒有小貝貝了 我的已經死去了 好好奇喔 好想看喔 也是破破髒髒的嗎 還是沒有 我的是枕頭 好像有人也會有小枕頭 有的人是一個玩偶枕頭 或是手帕毛巾之類的 沒有小貝貝 我跟你們說 沒有小貝貝的人 真的是這輩子可惜了 怎麼可以沒有小貝貝 你們一定要有小貝貝 它是讓你自己可以超級沉浸其中 不需要任何事物的干擾 可以就是進化你心靈的一個東西 怎麼可以沒有小貝貝 趕快去找一條屬於自己的小貝貝 沒有小貝貝的各位 小貝貝已經不見了 我愛我跟貝貝 我的是套貝貝 因為裡面的枕頭很常換 但是枕套不能換 太可愛了吧包子 可惜了 我也沒有小貝貝 我也沒有小貝貝 因為我想抱著我喜歡的女孩 就好太浪漫了吧 現在的小貝貝等於我男友 你怎麼偷偷放閃小敏 小敏偷放閃 巧品還出小貝貝周邊 好像可以耶 下次聖誕梯我就畫兩條小貝子 在我的聖誕梯上面 很莫名其妙 大家想說這是什麼東西 謝謝祖旺的帶我走 我想看大家的小貝貝 大家可以拍照tag我 我好好奇 各位男性們的小貝貝 是什麼樣子 因為我搞搞的小貝貝 就跟我長的一模一樣 只是顏色不一樣而已 可以靠你自己抱著小貝貝 還是我就拍小貝貝的照片 然後直接輸出那個照片 就是之前施雅去年的聖誕梯 上上次的聖誕梯 不是也是弄自己照片嗎 還是我就拍小貝貝的照片 然後印出來 就是有一種拍立的膠片的感覺 的那種聖誕梯 好像不錯耶 我把它調色調的很有那種膠片感 然後印在那個T恤上 好像可以耶 謝謝大家 我終於有想法 終於有想法了 直接拍照輸出我不行 我覺得可以啊 很有那個感覺 大家也可以擁有我的小貝貝 不是挺好的嗎 你們可以就是 穿我的小貝貝在身上 我覺得我可以把 直出的照片弄得很有質感 你們也知道 我就是蠻擅長修圖 蠻喜歡修圖排版這類的東西 我覺得我可以把它設計得很有質感 相信我 但是還蠻久的12月嘛 大家都時候提醒我一下 就是我要做小貝貝系列 我怕我忘記 買 你敢出我就敢買 剛剛那是三單 對三單的旋律 我終於有想法 小貝貝就是我最安心的存在 如何各位小智與我一樣 小貝貝藝術招 可以做出範本先給我們看嗎 我覺得我可以把它設計得很好看 大家 因為我 我老實說我不太會畫畫 所以我通常都是用打字啊 或是設計一些小插圖 就是可能網路上的那種素材 就是我沒有辦法像 可能累起來很會畫畫 可以自己設計這樣畫 所以我通常是用排版 跟一些網路上弄得到的素材 去排那個排版 去設計我的衣服 因為我真的不太會直接用手畫畫 所以我只能用排版來 來豐富我的T恤 而且我可以排得很好看 相信我各位 我很喜歡排版這件事 也蠻擅長的吧 我覺得我 希望我可以設計出一個 大家可以日常穿出門 時尚的T恤 T恤 謝謝佳維的掌聲鼓勵 謝謝博程的看好你喔 很喜歡去年的簡單又不失品寒的特點 是不是我也喜歡 但我想說今年可以試試看白色的T恤 還是各位比較喜歡黑色阿 但是我想說去年已經出黑色了 因為黑白是最百搭的 然後我自己也很 也會穿出門的顏色 所以我想說黑或白 但是男生們好像比較喜歡黑色嗎 我不知道各位 但去年已經黑色了 我想說是不是可以白色 白色應該也蠻好看 各位喜歡什麼色阿 設計好看 穿出去根本就是時尚 多一件XL跟M有需要的請思 大家如果沒有買到我去年的聖誕梯 金佑說他有多一件XL跟M號 如果有需要的人呢 可以去私訊一下金佑囉 黑色顯瘦都好 黑色比較顯瘦 胖子表示開心 白色配貝貝會看不到吧 我想說黑色白 品牌現在穿這套剛好就是黑白色 黑白衣服都很多 沒差 我是想說黑白是大家最容易穿出門的顏色吧 而且最百搭 不會出錯 做個黃色阿 應援手 黃色很難穿出門耶 我應該還是黑或白吧 我覺得百搭 百搭才是重點 就是那種我練舞可以穿的衣服 反正還很久嗎 可以慢慢想 綠色呢 穿起來綠綠的大家覺得好嗎 綠綠的 大家會想要自己是綠綠的嗎 安全顏色 安全顏色 謝謝綠穎的兵器 加喜歡的藍綠色 只能挑一個顏色嗎 好像不一定 可以有很多顏色 但我還沒想好 我是想說肌底 就是本身綠綠的顏色可以黑或白 但是裡面的字的顏色可以 可能變成我喜歡的顏色 或是印原色之類 好紅色就很少 你敢出我就敢穿 謝謝攝影的文雄禮 謝謝博承的筆心 謝謝過客的楓葉 謝謝 那你覺得我去年 我還蠻喜歡我的那個設計 我蠻喜歡我去年那一件的設計 我記得我那時候畫很久 而且我不太會用那個App 你知道嗎 就弄很久 好像弄了兩三天 才弄好 而且因為我去年那件正面 不是有很多身高表嗎 所以那個橫線也是我自己畫的 然後又要每一條的粗度一樣 然後長短也一樣 所以我就不太會用那個App 你知道嗎 就先畫一條 然後不知道怎麼複製 因為用複製貼上才會長得一模一樣嗎 結果我忘記我後來怎麼用的 我不知道我後來畫的 有沒有每一條一樣長 還是有沒有抖到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個印刷 是每一條一樣長嗎 我是用電腦的繪圖耶 我用平板繪圖 然後不太會用那個App你知道嗎 太專業了 它很像Photoshop之類的東西 或是繪圖軟體之類的 不太會用 而且你知道就是用電腦繪圖的軟體 又要弄成那種去背檔 去背檔它才有辦法就是弄在貼手上 就是你畫出來通常不是如果沒有去背 就會是一個正方形的整個貼上去 但是又要把它弄去背 然後你就不太會弄你知道嗎 會圖軟體我推 MediBan 那個需要付費嗎 我抄起來 因為我很需要會圖軟體 平常沒有在會圖的 MediBan 它需要那個嗎 需要那個 付費嗎 因為都找免費了 MediBan 亮靈會足腿 MediBan 先吵起來 我都用Adobe MediBan 啊不用錢 那很棒耶 我先吵起來了 謝謝亮靈 還有Clip CLIP 這手機也都可以用嗎 因為我就是 就是 這個年代的孩子 很常用手機來完成一切 我每次就是用手機在打Word檔啊 然後 在用什麼 那個 Excel檔啊 然後很多人都會說 很多大人們都會說 嗯為什麼 現在手機可以用Word檔喔 什麼的 就是現在這個世代的小孩 任何一切都可以用手機來完成 手機電腦都可以安裝 我連剪片都是用手機 很多大人就會說 哇現在的小孩很厲害 用手機完成一切 我真的是會用手機打報告的那種耶 因為現在很少有電腦吧 就是電腦很大台 在家很麻煩 然後通常在通勤的時候 就可以用手機 所以 所以真的是 什麼報告也會用手機打的那種 真的強 我覺得這是 現在這個世代的 小孩的 趨勢了吧 任何一切都可以用手機來完成 多更收一台筆電 拜拜 拜拜 博承 電腦就要裝熟鞋板 蛤我沒有那麼專業 我不是專業繪圖師 我沒有電腦也沒有熟鞋板 只能用手機了 大學報告習慣用筆電 但我自己也蠻想擁有一台筆電的 感覺以後 要做一些工作上的處理 需要用到電腦的東西的時候 比較方便 所以我還是蠻想擁有一台筆電的 只是先存錢 之後再說 你用手機就不用灰塗了 螢幕就是 但手機確實螢幕比較小 就是 會比較傷眼睛吧 筆電 筆電一定是比手機好用 而且螢幕比較大 還是蠻想擁有一台筆電的 蠻想擁有一台Mac 但Mac太貴了 可是Mac的性能聽說真的 就是蠻好 但它太貴了 所以目前還沒有吃藥 但未來可能會吃藥 好 電腦的名字叫生命維持器 我們家以前是用 阿瑟斯嗎 這樣唸嗎 是唸阿瑟斯嗎 我們家以前是用那個 但是因為它太久 然後就跑不動 壞掉了 所以我也用過爛爛的電腦 好瑟斯 華碩品質 買Mac的John Wieners 我之前有用過別人的Mac 然後有點不太習慣 因為Mac的那個 系統不是跟其他的不一樣嗎 所以一開始用還蠻不習慣 但聽說用習慣之後 就會覺得很好用 掰掰亮靈 我姊姊好像有買了一台Mac 但我跟她沒有很常見面 所以還沒有用過她的Mac 錢不多都用雙A 阿瑟斯電競機 其實我覺得阿瑟斯也蠻好用的 只是可能它的壽命就 沒有那麼長嗎 因為我之前我們家那台 就壽命沒有很長 就是便宜然後也蠻好用的 但是用沒多久就壞了 微星路過 跟哥哥姐姐收舊電腦 那我目前應該是還不需要電腦 之後才會想買吧 就慢慢存錢 不是現在最需要的東西 真的要剪片Mac或平板就很好用了 應該沒有人用過富士通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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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煙地幾棵樹下應該挖得到 帶出門容易丟掉 不會吧 筆電那麼大台 誰帶出門筆電會丟掉 沒有那麼ㄎㄧㄤ吧 我應該沒有那麼ㄎㄧㄤ 會把筆電弄丟 你說手機就算了 筆電那麼大台應該不會吧 筆電華碩不錯 iPad可以拿來接 鍵盤 我朋友掉過一台Mac 掉過Mac也太難過了吧 那麼大台 有找回來就好 不然真的虧大了呀 放在哪就忘記帶著 掰掰小米 上班加油 謝謝小米送我再見 下油 貓猛的聖誕梯也是用平板畫出來的 或許可以問他一下 我覺得就是如果我去問別人的話 應該還是畫不出來 我不是一定會不會使用APP的問題 我是不會畫畫的問題 好羨慕會畫畫的人喔 好好嗎 覺得當偶像很常需要自己畫畫 當偶像前還是去學一下畫畫比較好 太多什麼簽名啊 周邊都需要畫畫 找出盲點 你的美術點在舞蹈上 品寒的想法最棒 要先學怎麼畫 現在是不是連滑鼠都沒空過 對我很久沒有用電腦了 謝謝劉劍谷的冰淇 那我覺得我就是腦中有想法 但是畫不出來 沒有辦法去實現我那個想法 所以只能去找素材來實現我腦中的想法 因為我畫不出來 說不定有機會設計出自己的動作 就跟我一樣 突然要學會做應援傘 因為我蠻常會看一些美邊的東西 書籍什麼的 就會去看去欣賞 所以我覺得我對於 那個美術的強項就是 排版邏輯想法還行 但是就是沒有辦法畫出來 我覺得我蠻 蠻擅長就是 排版或是設計 跟排列組合那些東西 但是就是畫不出來 看品還直播想不到話題 HELLO 你好 謝謝卡木伊的專情告白 隨便聊隨便聊 好 畫不出來我們有小智專業畫師兩個 我覺得好羨慕會畫畫的人 好厲害 我就是給我素材我可以 但是沒有辦法從0到0畫出來 除非我看著東西畫就可以 就是譬如說給我一個圖片 我就可以 一樣畫葫蘆把它畫出來 但是沒辦法自己想出一個東西畫出來 謝謝金佑送某跟著方唐去 我覺得他有瀏海好煩喔 一直貼在這 好煩喔 我要這樣 不要讓他貼在我額頭上 我被我的瀏海煩躁一波 看著小智華 平安式COPY 不想讓瀏海貼在我額頭上 好煩爆喔 真的有東西要刺到眼睛的感覺 這一撮啦 一直翹起來 可以漏額頭 看著我額頭 哈囉 它是不是很難看啊 該剪頭髮囉 夾上去也好看 我很少露額頭 而且我眉毛還沒畫好 兩邊眉毛總不一樣 偷偷跟大家說我 我就是 公演的時候不是流很多汗嗎 然後因為 瀏海都會蓋住眉毛 結果每次公演流很多汗的時候 我眉毛的尾巴都會不見 就是明明畫好了 但是會流汗 然後眉毛尾巴就會不見 雖然我公演的時候很長 沒有 後面沒有眉毛 但是瀏海蓋住 看不到 可以去修瀏海 就很好看 沒事沒人發現 沒事沒人發現 起碼不是黑水流下來 零耐漆的感覺 我覺得我沒有瀏海 看起來更 比較成熟一點 然後 臉更清楚 臉的輪廓嗎 更清楚 我蠻喜歡自己沒有瀏海的樣子 你們喜歡嗎 雖然現在夾了一個奇怪的大耳狗夾子 我覺得我這樣好像 臉型更清楚了 五官什麼的 更尖 而且我覺得我額頭算滿漂亮的 而且也很常被髮型師說 我去了弄頭髮 然後被兩個髮型師都說 我的 我的額頭很漂亮 額頭滿高的其實 還是下次造型還沒瀏海 可以 額頭像沒什麼痘痘 額頭很美 我蠻喜歡我的額頭 就是 白白的 可以考慮露額頭 下次直播可以這個造型 有瀏海是可愛 有額頭是正 謝謝阿遠 太會說話了吧 想給額頭蓋上嗎 這樣舒服很多耶 謝謝 謝謝家瑋的love 謝謝阿華的筆心 那我怕我等一下 瀏海變形 等一下瀏海是不是會變形 變形就很難回來了 謝謝洛克的love 我覺得我自己修的瀏海 好像沒剪好 所以他的形狀很怪 或是他自然卷又起來了 所以他的形狀很怪 平衡真的漂亮 小食 大家可以追蹤我的IG 搶帶紅包 Hello大家好 我是AKB48 TV的媒體 你們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覺得這邊好厚喔 好厚喔 雖然沒看過平衡本人幾次 但平衡很漂亮是確定的 謝謝 好厚喔 期待禮拜五看汽油MV 大家周五要記得準時到26號 對,周五記得準時收看 搬跑跑汽油MV 謝謝呂純恩的早安抱抱 好厚喔 平衡是萌欸 高雄的朋友 禮拜天有機會可以看見平衡本人喔 對 禮拜天會去高雄 大港開唱 期待見到 高雄的各位 一定會看 這次高雄旅遊 有機會丹丹嗎 不知道欸 好想吃喔 丹丹漢堡 想吃喔 說不定有機會 不知道 可能要看看時間之類的 高雄 酒圍的高雄 酒圍的高雄 上一次去高雄是 偶像學人的時候了 我也期待看到平衡 只是還要打車下去 幫你祈禱吃到 高雄丹丹好吃 偶像學人去年10月 所以有一年沒有去高雄了 好久喔 久為的高雄 不知道那天冷不冷欸 喔對欸 還有文早的笑唱欸 那不是偶像學人 是文早笑唱才是上一次 上一次是文早笑唱啦 不是偶像學人 忘記了 對也有去高雄的笑唱 忘記了 關照你們晚上沒去什麼地方 南部都很溫暖吧 希望一切順利 笑唱超讚 謝謝小蘭的幸運事業廠 想吃融蟹肉 吃巧克力 吃巧克力 巧克力 我喜歡的巧克力 那天應該蠻有 劉海加油 去南部感覺會爆汗 去南部感覺會爆汗 先卡好味 才能拍到美美品安 我覺得我應該會流很多汗 應該不是美美的我 希望不要太熱 希望不要太熱 謝謝鍾影的小浪花 謝謝卡木影的溫手禮 好希望大家敢開唱那幾天 那一天禮拜天 那天禮拜天不要太熱 不然我會爆汗 希望當天不要太熱 但聽說不是在港邊還是什麼的嗎 大港應該在港邊吧 會有海風 不知道 應該不會太熱吧 希望不要太熱 還是我應該去買個止漢機 可是我還沒試過 我怕 不適合我 想看爆汗汗 太陽下還是會熱 不適合我 先更看看這一天 流汗應該會先崩潰 不想流這麼多汗 聽聽聽當天應該是上 3點開始 好像可以跟韓韓姐 可是我沒有試過 我不知道我會不會過敏 就如果當天 直接第一次用的話 有點冒險 還是我當天就用 第一次用 沒試過 謝謝Kamui的兵器 謝謝Alpha的Kiss珠珠 日本的 還是用看看吧 明年申請不是 謝謝回回的楓葉 對應該要提早 測試一下 這幾天誰使用 總比大爆汗不好 謝謝小蘭的214愛你 大爆汗我倒覺得 大爆汗我倒覺得 比身體不是好 反正正常情況只是比較真實 而有 好像是欸 倒覺得我可以找個 平常練習的時間 先試試看那個東西 適不適合我 但這個禮拜好像有點感 有看對身體好 自己評估看看 那天時間表示 2點20到3點 謝謝家維的Kiss珠珠 謝謝家維 下午不是大太陽還行吧 而且一定有駕場地 天啊 如果預報沒錯 當天氣溫是30度 天啊 30度 這兩天試試 過敏 就馬上處理隔天就好 當天30度 天啊 那我覺得我這幾天 要趕快去 試一下 那個止焊機 天啊 30度欸 很熱 天啊 跟這兩天溫差一倍 焦大直色太陽半小時 啊我知道了 我先跟韓韓借借看 然後 這幾天試試看 可能明天禮拜三嘛 禮拜四 禮拜四沒事 再加試試看 就先塗 然後再加 跳 跳一次完整的reset工業 試試看 是不是真的 沒有流這麼多汗 不過南北溫差大 小心回來看嗎 禮拜四先試試看 應該可以吧 禮拜四禮拜五 禮拜六 還有兩天三天 試試看會不會過敏 完整reset 就是要跳完整的才會看有沒有 有沒有流汗啊 現在會講韓韓了 以前都堅持這樣再結 現在很爽了啦 我都直接去他們家卸妝了 之前好像活動結束 去他們家吃飯還是 然後直接在他們家卸妝 然後直接在他們家卸妝 直接在素顏 在他們家卸妝 棘手樂烈的妝 你們那天表演又沒那麼多手 卸妝 已經沒在拍 熟了就是不一樣 那可以限動跟我們說好了 熟了比較開放 對耶什麼 好像他熟了就會叫韓韓 QQ跟QD好抓 羨慕有好多偶像姐姐看 我那天在他們家卸妝 就是活動結束的時候 去他們家吃飯卸妝 然後QQ還說平衡姐姐在卸妝 超好笑 他們會不會想說 怎麼跟進來的姐姐是不同人啊 就是同一個人嗎 怎麼多了一個新的姐姐啊 QQ神推 他們會想說 怎麼多了一個新的姐姐 什麼時候又多了一個新的進來 跟剛剛進來的進門的那個 長得不一樣 羨慕他們有素顏看 問他平衡姐姐素顏還是自己姐素顏哪個比較好看 有差那麼多 應該是沒有差這麼多啦 應該是還好啦 平衡在放下我包第一集的時候也有素顏 平衡姐姐上哪去了 可是沒有差那麼多啦 應該沒有吧 應該是沒有 素顏還比較小 只好認身高 對身高 身高就不會認錯 還有沒關係 也不會認錯 只有我會講沒關係 卸完妝後 找不到平衡姐姐 找不到是怎樣 好我今天要先借來試用一下 紙漢劑看看 如果真的沒有問題的話 當天就可以用 謝謝阿華的掌聲鼓勵 那我今天直播也差不多了 我要先來唸排名了唷各位 等一下立馬去跟韓韓借 為了我美美的瀏海 提早宅的優勢 先來唸排名啦 第十名家維 第九卡姆尹 第八少安 第七小蘭 第六懷懷 第五金柚 第四星河 第三包子 第二志宏 第一過客 恭喜過客志宏包子 個我 我覺得他跟大使比較有用 剛剛卡住了 7號 今天抽到7號 沒事算大家可以開始指定啦 中癮你好 必須退遍 今天來晚 哈囉君彥你好 上周鬼色公園遇上大黃工抽跑也是早足指定 希望可以被品行告白 哈囉包子 很開心可以認識你 其實我有一個很久 常在心裡很久很久的小秘密一直沒說 就是呢我好像有點喜歡你喔 我愛你 我愛你包子 我好喜歡你 我愛你 海啟君彥嗎 我要錄給萌萌看 謝謝蜜蜜送我掌聲鼓勵 包子自飛 謝謝阿華的掌聲鼓勵 她好像是個花心的女人 一天到晚跟大家告白 謝謝包子指定很想 不過你隊友應該很開心有素材 等等就小盒子給她 花心不是自己點的 自己說 是個花心大蘿蔔 螢幕上而已 花心品牌你也喜歡 我好不適合這個頭髮 好像蟑螂 我把你這個頭髮好像蟑螂 小蟑螂 你還是混血兒嗎 我看起來像混血兒嗎 我好開心喔 我不是喔 我基隆混台北 我不是混血兒喔 我不是混血兒喔 小蘿蔔 小蘿蔔 我媽咪台北人 寶貝 雞龍人 雞龍混台北 厲害厲害 謝謝櫻桃貓的LUX 還有誰摩一指定呢 摩一指定 摩一指定 嗨摩一指定的大家 指定上週 期待週日 可以遇到我後面 情編的指定 期待 星期日大港開車 可以遇到志鴻 希望可以 看到志鴻 沮沙在第一排 不知道會不會遇到 應該會吧 查清楚舞台 開好位 應該就可以在一個 不錯的視野 期待見到你喔 志鴻 絕對給你滿滿的 飯傻 哈哈 突然變外國了 我覺得我們會學習日本人講話 講中文 我 我好喜歡你 喜歡 我好喜歡吃 吃 吃 沾煮奶茶 哈哈 巧克力 呵呵呵 期待志鴻美照 我好 我很會流汗 喜歡吃巧克力 沾煮奶茶 不喜歡 不喜歡臭豆腐 呵呵呵 當然還有很喜歡 珍珠奶茶 假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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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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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han Pihan 來自 來自日本的Pihan 大家好 呵呵 受不了你 謝謝阿圓的掌聲鼓勵 謝謝阿圓的掌聲鼓勵 我愛你 然後就會下面尖叫 我愛你 我愛你 我好喜歡你 呵呵 我好喜歡你 然後就尖叫 呵呵呵 不是韓星跟日本的明星 來台灣都是這樣的 吃飽杯 吃飽杯 還有誰買指定嗎 假裝一下 只要用假名拼出來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祝大家新年快樂 呵呵呵 謝謝阿圓的掌聲鼓勵 突然想到這桌子頂來個日式告白 你好 好 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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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喜歡你 呵呵 志豪 很 很高興認識 你 認識你 很高興認識你 我 我愛 我 我愛你 呵呵 而且要懷疑自己的感覺 要有一種懷疑自己有沒有念對的那種 感覺 呵呵 早知道握手會就用台語跟你打招呼 軟月招 沒有軟月招不一樣 好啦 大家指定完了米精髓 我愛你們 我愛你們 呵呵呵 軟月招 吃水餃 我叫你吃水餃 沒叫你煮水餃 現在水餃吃不完 這是軟月招 跟日本人不一樣 日本人有一點可愛的感覺 新年快樂 呵呵 可愛的感覺 尾音要提高 先去忙了 那今天差不多到這裡囉 我們大港開唱見 大家掰掰 掰掰 可以全日本版嗎 可以喔 志豪山 吉子は 私は いつも 志豪君のことが大好きですよ 好羞恥喔 好羞恥喔 掰掰 可以嗎 志豪君 志豪君 掰掰 害羞告白 這個值30張 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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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嗎 Challak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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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you 可以 那今天差不多到這裡囉 各位 掰掰 掰掰 期待到打開唱囉 掰掰 4 3 謝謝家瑋的再見 3 2 1 掰掰 我